另外这个惊险一瞬间要带你来看 这是在台中线的一名富人 当时她开车行经铁路平交道时 因为误闯铁轨造成了她的前轮爆胎 没有想到就在这时候刚好栅栏就放得下来 而这样子富人呢真是吓得大喊救命 二十多名警民合力 花了一分多钟的时间又推又抬 好不容易赶在火车抵达之前 把这个轿车给移开了 整个惊险过程真的让人看了那一把冷汗 铁路平交道上 一辆银色轿车两个前轮全爆胎 就卡在铁轨上头动弹不得 眼见警铃声大作 栅栏放了下来火车慢慢逼近 但铁轨上却有一群人 正合力抢救一辆卡在铁轨上的轿车 推到这边出来 推到这边刚好 这样子讲好回来了 往前 就像现在这种 那当然会怕啊 因为那个是时效的关系 二十多位村民大伙齐心协力 像拔河一样 抬起一千多公斤重的车子远离平交道 才化解了一场危机 大家事后回想 短短不到一分钟 自强号列车就从大家面前 及时而过 这么惊险的画面 大家都吓坏了 很怕说 每次都很下 一年大概两三次 再次强调 真的很危险 二十六号晚间 富人开车经过这处铁路平交道 因为铁轨的高低落差爆开 车轮就卡在铁轨中 一动也不能动 附近的居民说 这边的平交道设计不良 时常有民众误以为是马路 车子卡铁轨很常见 不过二十多人抢时间 但火车经过前 把车抬起搬离平交道 像这样情急的情况 还是头一遭 中天新闻 陈广瑞台中采访报道